日本 江本胜博士 做谁试验 做了十几年 我到他试验室去参观 他问我一个问题 他做了十几年 也做了十几万次 他说 每一个画面 是一切尖的画面 从来没有两个是相同 他问我什么缘故 我告诉他 画面 结晶是念头 人 一生不可能有两个念头是相同的 所以从结晶上反应 看出来了 同样是一个人来做事业 同样是一个爱心 爱心里头有轻重差别 不一样 不会是前一秒跟后一秒的爱心是平等的 不可能 不可能 或是这个你想不相信 他相信 所以不可能有两个一样的画面 极其威胁的地方 我们自己却查不到 放大了就知道了 那小宇宙是我们身上 身体 小宇宙 大宇宙是外面的世界 小宇宙是却查不到 放到外面大世界了 遇到了 我们这个地球没出世界 别的星球出世界了 所以 通通都是念头产生 不可能两个念头相同 到什么时候相同呢 没有念头就相同 所以 佛佛道通 为什么 佛没有念头 没有念头跟 没有念头完全相同 那没有话说